但總不能每次都在這邊執行 所以要在這邊要多一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按鈕 有沒有 在開發人員這邊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按鈕把它拖拉出來 然後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他會問你說你要指定哪一個 具體 其實就是我們的VPA程式 門號按確定 上面的名稱 你看要不要再自己把檔字上去 就打一個門號 就是指定他的具體 就是我們的VPA程式 再給一個名稱 再點旁邊一下 不過舊的先把它刪掉一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就可以 Ctrl Shift向下 就全選 按下它 就完了 OK 那你想說 每次都要砍桌去向下 再刪除 不是很麻煩嗎 有沒有快點方法 可以幫我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清除 就清除掉 其實 很簡單 這邊對不對 剛剛不是寫完的程式 對不對 其實 這個是輸出的 公式 那如果說你是輸出公式 他會幫你跑出結果 那如果你今天輸出一個什麼 輸出一個空的東西 就是沒有東西給他 他不就清除了嗎 所以 清除的程式非常簡單 全選 Ctrl C 複製 Ctrl V 應該會吧 Ctrl C Ctrl V Ctrl V 就貼上 把這個Sub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再來後面的東西 刪掉 給他 沒有東西 無論在Excel或者在VBA都一樣 就是裡面要給他沒有東西 就是空置串 寫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 能不能幫我完成這件事呢 我先執行 有東西對不對 執行他 油標放這邊喔 就是直接執行 有沒有看到 有東西 清除 所以 清除太好寫了 那原理原則應該都一樣嘛 反正跑回圈嘛 塞給他 一欄裡面的 沒有東西 最後一樣 把這個 再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一樣 然後把它 清除 確定 這邊再更改為清除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子 中午 就可以 打錯了 打到字眼名字 清除 OK 好 這樣子 文號 清除 文號清除 OK 做完應該就可以用餐了 我們今天是 12點 10分 差不多時間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特別注意就是在 開發園裡面有的 上面的按鈕 叫插入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你把它拉一下 再指向你剛剛寫的那個 VBA的 那個 名稱叫 門號 這個時候就可以按下去 按下去就會有效果出來了 好 好 謝謝